好,哈喽,大家好,这里是麦子学业,我是蒋世老卢 我们这一节课程中谈的是第四章的第五小节课程 闪投产品的样式以及它的一些操作攻略 由于闪投这个系统的话比较大 那么我们这一节课程的话相当于是浓缩它的一个精华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样式是有哪些 第一,这个是什么呢?是闪投全息的一个产品 闪投全息的产品 那么有很多时候我们在百度推广里面去搜索看到的话 为什么有一些竞争对手的页面比较不是那么的好 但是的话它的创意的话是特别有吸引力的 对不对?而且有很多的话样式都是没有见过的 就是你要列举为一个闪投里面的一个产品 因为闪投里面的话现在它更新了很多很多的产品 那么我们待会儿会看到PC端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PC端的首位缺席样式 广告也是像这种样式看到吧 我们在百度里面去搜索这个丰田或者说 汽车或者说其他的 那么它产生的是像这种标题的话为客户的话对应的一个标题 那么属性相关的话为客户自己贴写的一个属性 像这些我们就可以说是一个属性 对不对? 这些的话是人去写的 也就是说是客户自己去写的 那么价格的话飘红 那么建议排序的话写在第一个属性的位置 那么这些都可以去设置的 像这种样式的话建议写在第一个属性 也就是说把它设置在这个位置 画一下 那么无限的缺席样式的话是像这种 像这种 看到了吗? 那么标题的话 也是与关键是对应的这个标题的一个撰写 那么属性的话也是客户自己去写的 那内边 那么我们待会看到有这些产品怎么去设置 它闪透了一个缺席 那么传息的摘样 摘要 摘要也就是说没有图片的一个叫摘要 那么在右侧的话有一个注意 有个注意 无限最后一个属性的话 介绍为自动拼接上的一个属性 内容的话为客户关键词本人的 本身的一个创意 本身的一个创意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在这里面有没有呢 我们去搜索一个SEM 因为我们讲的都是围绕着SEM的 那么我们就去搜索SEM OK 看到了吗? 像这些样式的话你看是不是不一样 对不对? 好我们再去搜索一个 火锅 加盟 看到了这些都是一些普通的样式 它不是 你看像这种是加盟优势 好我们看一下 像这些的话是 招商频道 好我们看一下旅游的 旅游 我看一下云南旅游 云南旅游的话 现在的话也是没有 我看一下 大理旅游 那么现在的话样式比较少 我们看一下南科的 南科医院 那么现在的话 它这个也是比较少的 好我们画另外一个网址 画另外一个浏览器 在这里面我们来去尝试的搜索一下 看一下 选择百度 火锅加盟 火锅加盟 看一下 还是一样的样式 还是一样的样式 也就是证明现在的话 闪头的话 有很多朋友的话 不太关注 不太关注 那么像这个的话是汽车的 那么我们去搜索丰田 去搜索汽车的这个开箱 那么现在的话 也还是没有这个闪头的话 这两天的话 有可能是出现 正在调整的一个状态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闪头这一块 这个是缺锡 像这种样式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什么呢 叫闪头橱窗 这个的话 我们在前面的PPT里面 是不是大概的浏览过 对吧 大概的浏览过 那么看一下 头发的区域的话 是顶部的一个区域 那么尾部的广告区域 优质的广告的话 可以进入自然搜索的结果页 这个的话 也就是说 还是靠你自然搜索的结果 以及你的广告投放 其实也是可以的 商品的话 就是说商品名称 价格 距离 这些都是可以去在后台 去设置的 还有一个最主要的 就是收费 很多人说 我这样去设置的话 它的收费的话 是不是会增加 这个都是不会 与我们的一个 点击收费的话 是一样的 它不会增加 它不会增加 我们再来看一下 闪投橱窗 闪投橱窗的样式的话 是这个 这个我们只是列举了一个 在左侧的一个多客户 你看一下 这个的话 跟这个的话 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看到吗 这个是单客户的广告 就是一家 像这种的话 是多客户的广告 是在PC的一个左侧 左侧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大酒店 还是没有 有时候还是有 看一下 旅游大酒店 还是没有 有时候的话 它是在这个位置 出现的是一片 出现一片 我们看一下京东的 京东的 我们看一下 像这种样式 看到了吗 我们把它用红线 缺起来 看到吗 这些就是一个闪投 这个就是一个闪投 它这种是属于是什么 闪投的独家 看到吗 它是单客户 不是多客户 你看 对不对 那么讲完这些 大概的一些认识一下 我们就来看一下 怎么去操作 在闪投 那肯定是在闪投的页面 对不对 在这个位置 闪投的话 有些人是在这里面找 找不见 他说 我怎么找不见闪投啊 怎么去投放啊 那么闪投 它有闪投的地址 闪投 点 百度 点 然后点击进入 在这个位置输入我们的账户名 然后输入密码 然后再次输入我们的验证码 好 然后点击登录 现在进入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闪投推广的一个后台 在这个位置有一个普通创意 还有一个是自动创意 自动创意的话 你的账户的话必须是有效的情况下 它会为我们推荐 看到吗 会推荐一些推广组 一些推广组的一些状态 它会有一些欲览 可以看一下这种样式好不好 好的话 那么你就去增加 那么我们看一下普通创意怎么去增加 选中 在这个位置选择增加 可以选择计算机 也可以选择无线 那么我们选择无线 我们选择选中推广计划 下面的推广单元 然后完成之后点击下一步 看到了 这个是无线端里面的 样式的 类型 样式的类型的话 有一个叫 缺席类 这个叫做 闪投缺席样式 闪投橱窗 闪投导航 闪投链表 还有一个活动 还有一个是图文 我们可以往下拉 你对每一个的不是很清楚的话 你看一下 我们往下拉看到的是 第一个是什么呢 是缺席无线端的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什么呢 是闪投优惠的一个推广 然后我们再往下拉 闪投无线的一个导航 导航 看到吗 再往下拉是什么 无线端的上方 单广告 只有一张的 只有一张的 那么多广告的话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 多广告的话没有 你看无限点金 无限点金 好 那么我们看的是 什么呢 是无线端的 好 那么我们呢 返回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在 PC端上面的是什么样的 好 选择PC端的创意 然后选中 然后点击 下一步 这个是计算机端的 你看一下 是不是跟我们刚才所看到的 那个比较相同 对吧 2016年5月份 那么这个是他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样式 缺席样式 就像这种样式 缺席样式 啊 搜索什么 君海阁 君海阁 然后我们看一下图文的是像这种 有一个图片 这个的话就 闪投图文 就有点像我们的一个图文专区 啊 图文专区 对吧 那么闪投图文导航 它不仅有图片 而且有文字 而且还是形成一种导航的 一般旅游的会做的比较多一点 你看像这种样式 还有什么呢 计算机 啊 计算机端的导航 你看 闪投导航 这又是另外一种导航 一种是图文导航 一种是简单的导航 它不带图片的 那么图文导航 再加计算机 你看 文本导航 你看 凤槽的一个头条 啊 凤槽头条 那么橱窗 橱窗像这种 就是一些 这样这种比较多一点啊 然后还有什么呢 我们再往下拉 橱窗像这些 再往下拉 是不是很多 对不对 那么闪投的商品列表 那么这些的话 点击完成之后 因为我们选中了 这些的话是已经选中 推广样式 然后我们选择 学习 学习 然后点击 下一步 在这个位置 选择一个智能创意 选择什么呢 选择我们的一个产品的名称 商品的名称 选择所属的分类 我们做教育培训 那么就选择教育培训 学习培训 生活培训 工作培训 要选择其他 有效时间 从5月29号起 也就是说你当天操作的那一天 开始计算 那么选择图片 选择图片 那么这一块是什么 移动的推广列间 然后这一块是通用的 广告的链接 再往下是什么呢 是培训的类型 价格 地址 特色 还有一个自定义名称 你可以说是 其他的 做ACM培训的 对不对 我们有个 试悬 好 免费悬 对不对 那么这些的话叫 这是自定义 那么这个的话 还可以去自定义 你觉得这些都不能满足你的情况下 你就选择自定义段 自定义自断 然后选择完成之后 点击完成 就可以了 点击完成就可以了 首先还有一个保存 因为我们这些都没有增加 保存完成之后 点击完成 这个的话是缺席的 如果我们想增加的是一个导航的 那么我们是不是也是可以去选中 对不对 然后选中的话 选中什么呢 选中 仅首页 或者说所有位置 这一块保持默认 我们要增加的是导航的 那么就选择导航的 导航的话 它又分这几种 有这几种 有图文的 你可以选择缺血 这种有一个方便的 就是说 我们只是操作一次 那么所有的导航都已经在列 这个还是比较 就相当于是一个批量操作 对不对 这个比较简单 然后完成之后点击 下一步 然后选择智能创意 然后把图片上传 图片的大小的话是484×300的一个大小 那么它的不能大于三兆 也就是它的copyG跟PNG格式都是可以的 选择行业的标签 然后选择指列三个或者五个 一般的话就是三个 一般就是三个 你看选择选择 这些的话都是人在后台去操作的 人在后台去操作 我就不去医治 一个一个的去操作了 这个比较简单 在这个位置选择商品合集 然后我们已经增加了 然后点击确定 点击确定 然后选择新增商品 在这个位置选中我们已经增加的推广单元 在推广单元下面增加我们的推广创意 然后再往右可以看到是一个工具中心 工具中心的话有一个分样式出价 然后你可以选择立即使用 也就是说根据不同的样式 它的出价也就是说有一些样式的话转化特别好 那么我们给出的出价会比较高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位置有一个推广单元 推广单元的话也是可以去修改它的出价 也可以设置 暂停 启用 删除 在往右工具中心的第二个工具的话是 创意的转移和管理 我们可以选择 我们可以选择 可以选择把这些创意的话转移成这个 转移成这个 也可以转过来 那么完成之后点击开启 你看 闪投 无线 缺席 然后是闪投文本的计算机 然后还有闪投文本的导航的无线端的这些样式 都是可以去转换的 这个叫创意的转置管理 转置管理 自动管理 自动创意 对吧 那么提升创意的物料的一个使用率 有一些物料的话是没有办法去使用的 这个是在页面端进行操作的 我们在我们的推广客户端可不可以操作呢 也是可以的 在闪投 点击闪投 然后点击在首页 这是凤潮计划 然后这是什么呢 这是闪投计划 选择 你看一下 如果你不是很清楚 选择这个位置 这块有一个它的介绍 选择新建 闪投 什么什么 可以选择商品的橱窗 也可以选择常规凤潮的推广 也可以选择复制已有的推广计划 在这个位置 有一个商品的橱窗推广 然后选择每贴的预算 每贴的预算 推广的地域 然后选中推广的时段 完成之后点击下一步 然后进行下一步的创建 这一块是样式的模板 样式的模板 你可以选择增加 也可以选择修改 也可以选择修改 在这个位置是增加关键词的 在这个位置是创意的 创意的话可以选择编辑 那么还有一个是你这个创意 有时候在提交审核的时候 有一些不通过 它这一块有原因 这个比较简单 这个是闪投计划 那么商品的管理 在这个块我们没有去增加相关的商品 相关的商品 选中在这个位置上刷图片 然后提交 再往右边 可以刷新相关的数据 也可以选择签换账户 如果你的账户特别多 你可以选择签换账户 你看一下 看到了吗 然后在这个位置有一个高级设置 高级设置的功能的话 就是说勾选之后 我们可以区分 凤潮推广记录里面 和闪投的记录里面的闪投的操作 也就是说我们在搜索推广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哪些推广 闪投的话是进行在 在搜索推广里面 哪些是进行的是一些闪投的推广 对吧 像这种比较很明确的去看到 比较很明确的去看到 那么关于这一块 有时候我们在去下载的时候 你看一下 还有什么呢 闪投推广 这一块的话已经安装 如果没有安装的话 选中在这个位置 选择安装 那么这一块的话 已经更新我们的推广助手 或者是推广客户端的时候 这一块已经为我们安装了 那么我们就不去重复的安装 之前的话是需要重新安装的 在这个位置有一个数据概括 就是说我们在闪投里面的一些数据 数据 这个报告的话可以去上载 看一下 可以选择 凤潮头条 无限的缺席样式 然后还有黄金展位 还有导航 还有闪投的图文 这些都可以去设置的 然后设置的选择的时间范围 设置的时间范围的话 是可以设置昨天 最近七天 那么这些我们就不去重复的讲 对吧 比较简单 也可以说是整体 也可以说是分子列 你看传统手动 或者说自动 生成报告 生成报告之后 在这个位置有一个报告 那么这个报告的话 是可以选择下载的 然后在这个位置 选择下载就可以了 这个比较简单 这个比较简单 那么这一节课程 我们就讲到这里一块 比较简单 希望你们在 学习的过程中 一定要反复的去操作 反复的去演示 看一下是在哪一个位置 不会 对吧 是在哪一块位置 设置了 然后导致这个数据 产生了一个波动 好嘞 那么这一节课程 我们讲到这块 那么拜拜 拜拜